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战国群雄诸侯乱战 百家争鸣 礼崩月坏 风出并作 众说纷纭 让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豪气冲天的年代 聆听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 见证一个又一个热血的英雄 平定了落矮之乱 解决了自己亲生老妈的去留问题 嬴政开始着手处理吕布韦 秦王嬴政这个疑似的亲爹 吕布韦 吕老板的好日子 算是到头了 这一年的十月 一场西部的大雪 出人意料地到来了 在某一个不为人知的夜晚 悄然无声地洒向大地 黑暗当中 雪线迢迢降下 咸阳城的屋顶 笼罩在白雪和幽蓝的天空当中 寒雪里的泥浆 爬上行路者的鞋和马车的车轮 马车撕轿着开出了寒谷关 马车上坐着一个落魄的老人 吕布韦 吕布韦回到自己的洛阳封地了 洛阳这块地方 原本是老周天子的地盘 也就是吕布韦当政没多久以后 一个不高兴 带兵过去灭了人家 躲下来以后 变成了自己的封地 吕布韦一路上 恋恋回味着 在咸阳宫里那一段 不长也不短的人生的黄金梦 记忆当中优美的片段 像风铃似的 不断地在自己脑海里 蹬蹬作响 以吕布韦这样一个人 怎么可能甘心 这一场风花雪月 就像烟一样飘走呢 可问题是 现在他再怎么牛 也无力回天了 现在的他也只能远隔千山 注目回望 让离情别骚归于平淡 恋情归于怀想吧 回到自己的地盘了 接下来的时间 吕布韦就应该好好享受退休的生活 别管那么多事 多看看书 看看比如说老子啊 庄子的书 当个江湖散人 或是休闲老头就算了 但问题是 权力这个东西 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毒品 沾上了 就再也放不下 特别是吕布韦这种人 他迷恋权力的老毛病 和他年轻的时候 花一千六百斤 投资紫衣一样 中毒实在太深了 对平淡的现状 他是各种不满足啊 对每天像白开水一样的生活 实在无法握手言欢 在心底里 他还是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 自己还能重返政坛 继续指点江山的快感 可能也正是因为 心里边有这样的潜意识 所以聪明了一辈子的吕布韦 最后还是犯错误 在这么大的动乱当中 都能逃过一死的吕布韦 回到家里边 居然开始犯低级错误了 这个错误 最后要了自己的命 换句话说 这个人聪明绝顶 但没有善终 就是因为太过聪明了 回到自己封地的吕布韦 那是一点都不懂得 什么叫低调 什么叫好好做人 屁大点的事 都闹到很大的动静 吕布韦不是很有钱吗 当然也很出名 江湖之上哪个人不晓得 吕老板呢 吕老板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那可都是中原大地上 经济和政治的重要风向标啊 况且大伙都在想 指不定什么时候 这吕老头就回到政坛上面 继续为秦国乃至于 整个中原大地发光发热 现在吕老板回到家了 这么好接近的机会 不去探望一下 那实在说不过去嘛 有事得去看看 没事制造机会 也得去看看吧 一时之间 吕布韦的府上是人来人往 前门后院哪哪都是人呢 个子高的数人头 个子矮的看屁股 那叫一个赌啊 吕布韦也很高兴啊 哎呦 想不到自己退休以后 还这么有人气啊 心里那叫一高兴 不管是南来北往的宾客 通通一礼相待 三天一小宴 五天一大宴 酒照喝 肉照啃 歌接着唱 舞照样跳 而且来往的宾客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 是中原各国派来问候 吕布韦的使者 那叫一络绎不绝啊 史书上就说 诸侯宾客 使者相望于道 请问信侯 这意思是说 来自于诸侯各国的使者 宾客 多的 在路上都能互相打招呼了 哎 哥们哪来的 魏国来的 干嘛去啊 到秦国 哟 跟我一样 到秦国 找吕老板吧 哎对啊 大伙一块走吧 哎 就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场景啊 还真有点像农贸市场 每天早上老头老太太去买菜 见面打招呼呢 别人来看自己 自己管不着 但你可以不见别人吗 吕布韦实在太不明白 自己现在的身份了 第一个使者来的时候 就应该闭门不见 你现在是什么人呢 你现在是秦王的囚犯 罪人 脑子清醒的话 主动上交你的封地 然后带上几个人 收拾细软 回到自己的老家乡下 低调做人 安心养老 这种情况下 混个安度晚年 自然去世 那也不是一件难事啊 现在你在洛阳 洛阳可是天下的中心啊 当年周天子的首都啊 哦 你吕老板在这儿 热热闹闹地吃 痛痛快快地玩 你让秦王的心里怎么想啊 而且更要命的是 这些来拜会 吕老板的使者当中 还有一些很不懂事 很不自觉的 直接向西走 跑到秦王嬴政那儿 说是要替吕老板求情 请秦王为天下百姓的福祉着想 给吕老板付官 秦王嬴政很生气 同时也很害怕 你怎么知道 吕老板和别国的使者 在搞些什么 除了吃吃喝喝 会不会搞点什么合作项目啊 比如出卖秦国情报之类的 还有一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更可怕 那就是耐不住寂寞的 被别国的使者一忽悠 得 直接到别的国家 高薪就职去了 以吕不韦的人才 加上他掌握秦国的机密 这种事情一旦发生 那秦国的麻烦就大了 一怒之下 嬴政给吕不韦 写了一封亲笔信 让他赶紧搬家 信里是说 君和公于秦 秦封君河南 十十万户 君和亲于秦 好称重负 其余家属 习除蜀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是表扬吕不韦有功 还是表扬吕不韦能吃啊 秦王赢政这话说的 很直接 也很歹毒 他是说 秦 你对咱秦国 有啥贡献呢 我要封你十万户啊 你和秦国是什么关系啊 我得遵你为重负 你立刻 带上你一家老小 卷起铺盖 到蜀国去吧 这里的蜀 指的就是当年的巴蜀 也就是现在的四川了 不知您还记不记得 落矮叛乱之后 他手下的一些从犯 正是被判流放到巴蜀之地的 说明白一点 秦王这一次 就是让吕不韦滚蛋 别在中原的中心待着了 去蜀地吧 哪里比较偏远 你爱怎么折腾 就怎么折腾 到那个穷乡僻壤的山沟沟里 我看你怎么和各国使者和媒体勾勾搭搭搭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陶有声历史剧 三国到明清 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到明清 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我们组建了新节目专辑的VIP社群 在群里 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 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手动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拼 W-E-N-S-H-I 后面再加505 加了以后 他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 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务必耐心